一大早就在路边发现了一只流浪汉 这造型也是十分的狂野 非常符合他流浪的气质 虽然这造型十分的狼狈 但还是能看出来他是一只鼻熊 他在路边这个地方待了挺长时间也不动 应该是被撤撞了,动不了 好些人就先拿了一个纸壳给他垫了一下 因为外边实在是太冷了 在福建打听了一下商户 都不认识他 估计不是混这片的 先上医院吧,看看哪块出问题了 就上医院一检查 四条腿,舌了三条腿 亏得腿少 只要是长得多,还完了呢 咋结上呢 清清的是内脏没有事 就在给他处理伤口的时候 有人找到了我 说这个狗是他家丢的 当时我都静待了 我就心思都能造成这样 还有主人呢 那就先现场认认亲吧 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 结果一来,还真是他家狗 主人当时就哭得累奔了 跟主人聊天才知道 主人因为家里有特殊情况 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把这个狗送在了他亲属家里 帮忙照顾 那这小狗吧 可能就是太想他主人了 就从他亲属家里跑出来了 他家亲属 怕直到狗丢了 主人在生气 就没敢告诉他 好巧不巧的 主人今天要去看狗 他家亲属才说狗跑了 看见朋友圈发的消息 主人就联系上了我 既然找到主人 也算是非常的幸运吧 这小狗吧 没在外边哄过 没有啥经验 这一不小心就装车上了 没想到自己不扛装啊 都零了八岁的这小腿都 借着这个事吧 我也想读那两句 就是牵引神的重要性 为啥要设计出来 这个狗的牵引神呢 它就是狗的保命神 有多少狗就是出门不牵引 让车撞了 又有多少狗 因为不牵引 出门务实了 中毒了 救都没有机会救 有时候吧 考虑你说牵引神 牵引神 它不能跑着玩了 它是不是不开心了 但是我觉得呢 虽然它不开心 就这一会儿 也比它好了 没有命了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牵引 一旦这个狗 出现伤人的情况 怎么办 所以啊 牵引神非常重要 牵上了之后 就是你好 它也好 还有一些呢 就觉得狗非常聪明 我的狗很听话 它不会乱跑 也不会坚持的 它再聪明 再听话 它也是一只狗 它要是能达到人的智商 那它就不是狗了 它就叫人了 它的听话 它的懂事 都是源于主人的教养 你的教 你的养 它才会听话 才会懂事 但是前提是 它得有你的存在 它的这根救命声 是握在了你手里 它的命运 也掌握在了你手里 还是那句话 文明羊犬 从我们做起吧 我被你打扫过 我一直在偷取